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市场猫T,我是Alan 最近有不少的观众都问我,在台湾驾车是否容易 可能有很多香港观众准备过来台湾想着驾车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驾车的感受 我自己就不是常常驾车的在台湾,我驾过去哪里呢? 我驾过去九份,我驾过去台中,驾过去新竹,全部都是比较远程的 市区驾过,我上过国道,又驾过山路 我在这里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些我在台湾驾车的感受 第一样香港观众最关心的就是,究竟左驾难不难适应呢? 我自己觉得是不难适应的,我开始都担心这件事 但我发觉驾了十分钟就很快适应了 我自己有一个小缺小,就是如果有对向车是双向行驶的 那你永远靠右,就多数是不会走到逆线的 记住,永远靠右 那有时候是会错的,我应该会举个例子 那另外,究竟在台湾驾车难不难呢? 我自己觉得在台湾驾车是很难,也很辛苦,是很伤神的 为什么呢?第一,我们分开几件事说 第一,就是硬件方面 那台湾的道路规划是不太好的,有时实情是很差的 那先讲红绿灯先 红绿灯你停在路口,特别是十字路口,是非常之多灯 有时你是不知道看哪一盏灯的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图 这个图我们现在要向前走,在十字路口 你猜一下你是看哪一盏灯呢? 如果你停在这个路口的话 大家是否看到左前方有盏灯,是绿灯 应该是给我们这个方向看的 因为我们的左手边是逆线,是不会看到盏灯的 除了我们,应该是没有人看到盏灯的 那这盏灯其实不是给我们看的 那次我就是走到这个路口 我前面有个车,他看到这盏绿灯就开了 我说跟着开了,他突然之间急煞 他发觉原来其他车正在开,不应该是我们走的 那发觉原来这盏灯不是给我们看的 那给我们看盏灯在哪里呢? 就只有我们头壳顶上面的盏灯 那我们已经排头两位了 基本上我们是不会看到头壳顶的盏灯 除非你硬这样装上去 你才会勉强看到还是红灯的 那所以呢,除了这盏灯之外 是没有其他灯去显示给我们看 我们可以向前走 所以这盏灯的设计也挺古怪的 那这是一个例子 那第二样就是 道路的设计是设计得有些位置是十分差的 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应该转去哪个路口 那又举个例子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图 那现在我们停在这个位置 那因为台湾是右架的 那所有车应该是靠右走的 那假设你的左手边就是不会有异线的车 因为全部车都靠右的 但是这个位置就很奇怪 你看到前面的白色车呢 它隔壁的小小的空间 其实是比对面的车走的 第一,没有画线了 第二,如果有这么奇怪的地方 有异线的车走 是不是应该建设石屎路 令到我们一定不会走到对面呢 因为其实这条路后面就是想高速的 那所以其实那个位置 是比对面的车上一条高速公路的 那另外,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停在这个路口 你要向前走 它前面是有四五个出口的 那其中有两个是逆线 你看到有个红色不准走的牌 那其实你未必会留意到 其实它是卡拉卡拉的逆线的 那这个感觉是很古怪的 如果没有对面的车停在的话 是很容易入错线的 那这个我自己觉得是 你不开过 你真的不会知道的 到时你可能在路口看了很久 你才会走到的 那你看一下 我们左手的那辆货车 其实它已经在逆线走着了 你看一下地上的标志 它的标志是向后走的 但其实它转的弯是最左边的 它要转的那条线 所以其实这个路口的设计 是十分之复杂和古怪的 那另外第三样 关于硬件的就是 如果你上角度的话 晚上是非常之黑的 基本上 没有路牌的地方 那些灯是很不足够的 如果旁边的车没有开灯 基本上你看不到旁边有车 因为台湾 其实现在5点多 就天黑 是很黑的那一只 晚上开车 我自己的角度上 那些车又快了 我都挺害怕的 那第二个比较不好的道路设计 就是台湾其实有汽车分流 什么是汽车分流呢 就是有些路段 机车是不能走最左线 可能要靠到最右行的那些机车 那靠到最右行的人 好像没什么问题 那但是譬如我今天开车了 我要转右 那我不是要先走右线的 那我先走右线 但是我右边是会有机车直走的 所以当你的车转右的时候 你旁边是会有机车直接撞你 所以其实你转右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机车 如果有机车呢 我建议你一定要先让它 因为它们通常都是会抢快 和会见到那些转 那我见过很多次就是 就是汽车转右的时候 机车就这样撞上去 是在台湾是很常见 很常发生的交通意外 那说完硬件 那我们就说一些软件的东西 就是大家的驾驶态度的问题 我在台湾驾车的经验 我就发觉台湾人的驾驶态度 是不太好 在10个人里面 是我的经验 只是有2个人会离让 那举个例 有一次我在国道驾车 打算下交流道 离开国道 那我已经几公里前打热灯 打热灯 打热灯下交流道 我已经在几公里前打热灯 我都不能打热灯 因为车看到我打热灯 即是尝试切线 打热灯下半个头 靠着隔离线 那些车是加速 不让你切线的 一直维持了几公里 是没有一辆车让我下交流道 我最终是下不了 我是要等下一个交流道 我才能过得到 那为什么我不敢硬切过去呢? 因为通常最慢线的角度 都是那些货柜车 连结车 是超级大格的那些车 你不敢跟它砍过 砍下去肯定是你死的 它不会有事的 所以通常在国道 发生意外 都是连结车 和货柜车 撞私家车 通常见到都是私家车 那些车烂了 身亡 很恐怖 所以都不敢硬切过去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快速 不让人去切线呢? 那别人是有需要去交流道 我自己见到有人打灯想切线 我一定会让它过去 因为大家不理会让 很多时候在国道 放工的时间都堵了 你就会见到交流道的出口 整串车停在 隔壁全部的车都不让 所以那条龙就湿得很长 因为大家都要切出去 又线又不让 那就不停地越积越多车 就会令到很堵塞 其实如果大家离让一点 我觉得塞车的问题 真的可以解决很多 另一样就是大家都很心急 只要你开得慢些 或者停下了 就会立刻向按 有一次我转右 转右见到有人在过马路 那当然是停车 很正常的 那当然让行人过 才是一件对的事 后面的车已经在按向按 在boot 它boot了两下 但我都不动 它已经忍不住了 它已经在咳线 在我左边 就自己直接转右 不管行人就转右过 其实这件事也是很常见的 大家都不理让 有一次我打算拍到停车场 停车场已经在我右边 只要我转进去 就可以拍到停车场了 那我打了右灯 我打了右灯 我正等了分几两分钟 我才能转到停车场 为什么呢? 因为右边的机车不停地向前下 它明知你打右灯 我想过了一百架机车 没有一百也有几十架 是没有一架机车停下 让你转右先 我在等这两分钟的期间 后面已经有一条车轮了 幸好后面的两三架车 都是打算入停车场 如果不是肯定是被人摸爆 第二件事就是 关于手法的问题 经验所得 很多人驾车都不是很手法 想转弯就转弯 不打灯 冲红灯都很常见 我自己驾过不是很多次车 我都已经见过很多次冲红灯 有一车角度正在驾车 右边就是一架连结车 连结车就是两车的大货柜 它是打了灯想逼过来 但是空间是不让它切线的 它就打了灯 就逼过来 它是要逼你减速让它过 我当然是立即让它 立即收油 你看到前面我的车 全部是四散的 因为那一年 结车太疯狂了 开得超快 一打灯就要切线 它是要路上所有人都让开 前面的车全部突然四散开 连比较大的货车都让它先走 真是很恐怖的 这件事 在角度开车 我建议如果多这些大货柜 货车的话 最好就走最外线快线 因为那条线 那些大的货柜是不能走的 是会比较安全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 为例停车是很严重的 很多时候在市区 已经只有一条线了 很多车就会停在右边 停在这里 你要翼线、咳线 过这辆车才行 很多时候一条街 可能有四、五辆车围停 这个也是挺常见的问题 第三就是关于机车的问题 台湾是机车国家 很多机车 有机车在旁边 我看到你千万不要加速 它是会随时放在你前面 抢快的 多数都不打灯 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 就要小心机车 买车的话 如果车是有盲驱征测的话 一定要买盲驱征测的功能 盲驱征测就是在到后镜上 会闪、会响 即后面有机车来的时候 你就会预先知道 就算看不到也听到 这样 所以在台湾开车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叫防御性驾驶 什么叫防御性驾驶呢? 我自己的演绎就是 你要随时 假设在路上所有的人 都不会遵守交通规则 是不会打灯 随时咳线 随时冲红灯 在路口随时有车出来 小路不让大路 我就是用一个抱持有 这样的态度去驾驶 所有路口我都会慢驶 怕随时有车出来 看到机车 我是随时会预期它会咳线 在角度驾驶 我是随时会预期 那些车会在你旁边摄纳和咳线 所以有车靠近我的时候 通常我都会修有样去咳线 防御性驾驶 在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真的非常相信 有一次我驾驶到台中 驾驶了两个小时 下车那一刻 我真的觉得松了口气 真的觉得精神有点崩溃 驾驶两个小时是很普遍的 我以前在澳洲驾驶 我一天驾驶十个小时 我都未觉得累 但在台湾驾驶两个小时 驾驶到台中 我已经精神有点崩溃 因为真的随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所以希望大家在台湾驾驶就小心 还有如果台湾观众看这条片 希望大家驾驶 就是遵守交通规则 以及彼此礼让 即礼让真的很重要 如果大家驾驶都礼让 交通以外的数目又少些 塞车又会少些 我住了在台湾半年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很适合生活的 如果在交通方面都改善 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会更加好的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希望你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希望下条片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